特別市長選戰越演越烈 最新戰場是去年的疫苗採購 前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否認 又不是瘋子 為何要擋疫苗 對此國民黨參選人蔣萬安回嗆 人民也不是傻子 陳時中不是瘋子 但人民也不是傻子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實際也都出來公開 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其實不管是陳時中本人 或是操控他背後的這個幕後黑手 當時阻擋疫苗 護航高端 其實民眾都看在眼裡非常清楚 去年由企業團體捐贈 1500萬劑BNT疫苗 此季公布當時採購過程 及遭遇到的種種對待 此局引來各界炮火攻擊 蔣萬安也忍不住為此季說話 民間團體此季出來 只是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也說這些也不是逆星 也都是媒體報導過的事情 結果因為跟民進黨 不同意見民進黨就把人家 打成中共頭路人 污衊一間團體 竟然要這樣攻擊宗教團體 這是非常遏制的操作 每到選舉時刻 政治人物過去的所作所為 一言一行 都會被拿來用放大鏡檢視 民眾全都看在眼裡 除了檢視候選人的誠信 也考驗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 就看誰失分最少 能獲得最多選民的認同 記者游詳亭台北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